三分钟 APL 东南亚职业 蓝球练赛 香港东方 作客就是普通梦想家 他的常规赛是最后一次退胸 不过前三次都是梦想家赢球 开赛的初段 这球球 李奇想尝试寻求博法 侵犯对手 可惜不成功 而被Arteno博到M1 来到这边 李奇 终于在这场球中 为自己打开的第一个三分球 反而说普通梦想家 三个爱环每每对着我们的香港东方 都是好变 加上还有钱狠尼这位球员 其实第一节 东方是有一个领先优势的 尤其是对方做一些夹击之下 使得内线迪加拿 空了 其实迪加拿第一次表现也相当勇猛 出了15分 5赦5中 去到这边 Arteno这位球员 最生命的就是 擅长直接打男帝 也可以出去处理一些 远距离3分 迪加拿继续做男帝霸王 在上半场或第三次前 有很多夹击 便会忍控迪加拿 這球球很記得了 奇哥和鄧哲仁做夾擊 其實奇哥弄到面部 忍著痛楚上攬 看第二節的賽事 格拉斯回傳過來給米娜 寶都夢想加這個外援 在第一節三球三分球全部射失 不過來到第二節爆發了 另一球很漂亮的Pick and Roll 給格拉斯 這球球很可憐 徐遠成人前球後都沒想過接球 給對手打個快攻 還要來個三分球 少有上場的鄭偉 寶都夢想加一步一步進擊 中風亞天勞 用他自己最擅長的左手 放個小天勾 亞利諾 不過亞利諾在第二節都拿不少分數 趙健勳替步進入三分球 當時打成47平手 今天趙健勳主要是防守 搶籃板居多 你說得分不多 在第一節沒有分得到的 亞利諾在第二節上升火 沒錯 連續拿了很多走籃球 又或者三分 通賣最後幾個中距離 結果Marcus單節拿14分 帶領球隊以52比51回合 換邊後 就是屬於寶島夢想家的天下 因為他們的三分球開始爆發 亞天勞四節都這麼美味 表現得很平均 不過最搶鏡也是這位人的米娜 他一出現的三分線 穩定性相當高 不過幸好我們這邊 也有一個射手叫劉梓麗 沒錯 梓麗落到來 依然保持一個很高的效率 亞天勞 對著迪加拿 他完全沒有難度 又一次就是 反手上籃 然後今天 夢想家多了一位新人 就是Jack Wu 吳永勝 剛剛從美國回流回來 加盟就是普通夢想家 今場就是首場披甲上陣 這球球又是他 米娜叔叔叔 這球大橫一步 一個急停,三分球 繼續拋開分數 加上吳松蔚的三分球 沒錯,很記得第四節 很多夢想家 這三分球是相當厲害的 當然,我們東方也懷疑顏色 陳蕭榮 也回敬三分球 76比84 來到第四節 這段時間是3分2 大家在這裡鬥灑 真的在這裡 前肯來又有一個 為什麼是3分2 因為陳蕭榮不入 這球球就是一個關鍵 就是荷里菲特 東方入球之後 他的左手 貼球走 其實就不可以 但是球證很快 出了一個技術犯規 剛好五範 沒錯 結果五範離場 連帶喊了托里斯 也被球證吹了一個犯規 一個技術犯規 這個球很漂亮 Marcus 一下控球 整低了對方兩個對手 入了一個三分球 格拉斯雖然不入 但是因為沒有什麼位的關係 給亚天奴又飛進來做一個寶樽 其實東方曾經幾次追近 剩下7分、6分 但是很可惜 都是最後給對方 硬力足夠 是的 這場球 亞天奴取了29分 和12個籃板 最終彈定球隊以109 比101擊敗香港東方 好嗎